感谢主 今天我们会分享核心价值的第四个 我们今天分享核心价值的第四个 之前讲过什么呢 之前讲过先恩典后真理 先生命后恩赐 先关系后事工 今天来到先顺服后领受 其实每一个核心价值对我们的生命都非常之宝贵的 其实每一个核心价值对我们的生命都非常宝贵 尤其是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去捉紧这些核心价值 当我们能够去抓紧这些核心价值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面对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面对 怎样才可以做一个正确对的决定 怎样去做一个正确对的决定 其实顺服和领受这两件事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实顺服和领受这两件事情都非常重要 都是非常之好的 都是非常好 也都是缺一不可的 也都是缺一不可 如果这个人只有顺服没有领受的话呢 如果一个人只有顺服没有领受的话呢 会变成怎样呢 会变成怎样呢 他会常常都被人觉得他没有主见 他会常常被人认为是没有主见的 没有看法 没有看法 只是懂得听命令去行事 只懂得听命令去行事 慢慢就变得欠缺主动 慢慢就变得欠缺主动 因为在等命令 一直在等听命令 也都会成为一个被动机械人 也会成为一个被动的机器人 被动机械人就是 你踢一踢 你一个指示 他就要去动 被动机器人就是 你踢他一下 他就动一下 你不讲任何指示 他就坐在那里等 你不讲任何的指示 他就坐在那里等 另外 如果相反来讲 如果只得领受 没有顺服 又会怎样呢 这个人就会自我中心 这个人就会自我中心 很自我 不会去听别人的意见 不会去听别人的意见 当他不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 当然人家都自然 就不会跟他讲太多的意见 当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 当然别人也不会跟他讲太多意见 他的思想 他的眼光就会变得狭窄 很难被神 或者被他拳柄大大的使用 很难被拳柄 被神大大的使用 所以神很渴望我们 都成为一个有顺服 也都有领受的人 所以神都盼望我们每个人 成为有顺服有领受的人 我们今天先来读 《沙母义记上》的第十六章 第一节 还有十到十三节 我们先读经文 耶和华对沙母义说 你将高游圣满了国 我差遣你往百里行人 耶稀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种子之内 预定一个作王的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 都从沙母义面前经过 沙母义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揀选的 沙母义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类吗 他回答说 患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沙母义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便不坐直 耶稀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识光红 商目清授 用猫尽美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沙母义就用角女的高游 在他诛兴中高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这里讲到的他是大卫 这里讲到的他是大卫 就是耶稀最小的儿子 就是耶稀最小的儿子 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 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 他是一个有顺服有领受的人 他是一个有顺服有领受的人 他怎样顺服呢 就是凡是爸爸所吩咐他的 他都照做 就是凡是爸爸吩咐的他都照做 未必是他想做的 未必是他想做的 但是只要爸爸吩咐 但是只要爸爸吩咐 只要耶稀吩咐他他就去做 只要耶稀吩咐他他就去做 就正如耶稀吩咐他要去牧养羊群 就正如耶稀吩咐他要去牧养羊群 其实耶稀有八个儿子 其实耶稀有八个儿子 大卫是最小的 大卫是最小的 就是他有七个哥哥 就是他有七个哥哥 当以色列的大先知 最大的先知 撒姆尔 要来到他们家里面去拜访的时候 当以色列最大的先知 撒姆尔要来到他家中拜访的时候 这个最大的先知 是当时那个国家里面 有最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的 这个大先知是当时的国家 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 所以他们家里已经去预备了 大牌宴席 所以他家中已经预备了大牌宴席 爸爸已经把所有的哥哥召了回来 快点来接待这个很大的嘉宾 爸爸已经将所有的哥哥都召回来 说要来接待这个最大的嘉宾 唯独这个小儿子 唯独这个小儿子 大卫 大卫 爸爸没有邀请他回来 爸爸没有邀请他回来 爸爸没有叫他 你不要放人了 你回来啦 爸爸没有跟他说 你不要放人了 你快回来 所以爸爸眼中好像已经忘记了他 或者是已经忘记了他一样 在爸爸的眼中 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一样 所以当大家预备去迎接 这个大先知来到的时候 大卫不在其中 所以当大家来宴席大先知的时候 大卫不在其中 你说当时大卫知不知道家中会大牌延迹呢 你猜大卫知不知道当时家中会大牌延迹呢 我觉得他知道的 我觉得他会知道的 因为这件事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全家人都很紧张和预备好 全家人都很紧张都已经预备好 但大卫却没有叫他不要去放羊 于是他就忠心地继续放羊 因为爸爸没有叫他不要去放羊 于是他就忠心地去放羊 所以大卫是好听爸爸的说话 当时大卫非常听爸爸的话 而且在家中刚才说过 他有八个儿子 在他们家中有八个儿子 大卫是最小的 大卫是最小的 他负责去放羊 他负责去放羊 在放羊的期间 是不是很轻松或者很安全的呢 他去放羊的期间是不是很轻松啊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他要去到旷野 去到郊外的地方 因为他要去到旷野 去到郊外的地方 当时的旷野郊外 会有狮子会有红的 当时的旷野会有狮子啦 会有熊啦 当狮子和红 来集击羊群的时候 大卫要起来 去保护这些羊群 当这些狮子来 袭击这些羊群的时候 他要起来保护这些羊群 所以其实他会面对生命的危险 其实他会面对生命的危险 如果你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如果你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可能你会跟爸爸说 可能你会跟爸爸说 我有七个阿哥 我有七个哥哥 每个都比我高大的 每个都比我高大 为什么不是我七个阿哥放羊 而是我去面对这些危险呢 为什么不是七个哥哥去放羊 而是要我去面对这些危险呢 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问过 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去问 就是他顺服爸爸的吩咐去做 就是他顺服爸爸的吩咐去做 我们再来读 《纱姆尔记上》的第十七章 七到二十节 我们再读《纱姆尔记上》的十七章 十七节至二十节 一日耶稀对他而子大为说 你拿一依法控料的碎子和十个饼 速速地送到营里去 教及你哥哥们 请问你哥哥们好 向他们要一封信来 素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 和以色列众人 在以拉谷与菲利士人打仗 大卫早晨起来 将杨教托一个看守的人 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 带着食物去了 然后有一日爸爸就吩咐 大卫要将碎子和十个饼 带去战场给他哥哥 有一天大卫的爸爸就吩咐他 将这些饼带去战场给他的哥哥 这三个哥哥正在战地里面 和素罗王一起打仗 这三个哥哥正在战地里面 和素罗王打仗 去战地 是去战地 一个最小的儿子 去战地带给哥哥 一个最小的儿子要去战场上 那里带饼给哥哥 在战场是非常危险的 战场是非常危险的 万一一下不小心 被榴弹 被其他人杂击 怎么办呢 一不小心被炸弹 袭击怎么办呢 而且他有任务要放羊的嘛 而且他有任务还要放羊 还有三个哥哥去打仗而已 他真的说还有几个哥哥在家 就是已经有三个哥哥去打仗 那还有几个哥哥在家呢 还有四个哥哥 为什么一定要叫大卫去做呢 大卫没有这样问 大卫没有这样问 只是跟着爸爸的吩咐 于是就带饼去战场 去战场的时候 去战场又遇见什么事呢 期待哥哥很感激你 带饼来给我吃 但不是这样 哥哥很恶地对他 并且用言语来攻击他 就说你来看热闹吗 就是说你过来看热闹吗 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原本是一个顺服 听着爸爸吩咐 将饼带去给哥哥 他被哥哥恶言的对待 面对这些环境 要顺服真的很难 但是大卫却选择顺服 但是大卫却选择顺服 顺服他听爸爸的吩咐 顺服他去听爸爸的吩咐 在这个过程里面 看到大卫能够顺服爸爸 他能够去顺服爸爸 因为爸爸的吩咐 因为爸爸的吩咐 他知道都是好的 他知道都是好的 所以他就能够跟着他去做 所以他就能够跟着去做 但是你说大卫是不是一个 只是跟着跟着跟着做的人呢 但是你说大卫他是不是一个 只是跟着跟的人呢 其实他也有领受的 如果在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撒母耳说他来到这个席间 撒母耳说他来到这个席间 发现他有高力的王不在这里 于是乎叫耶稀就叫 你只有这么多了吗 耶稀就说不是我还有一个小的 于是将他召回来 当撒母耳见到这个大卫的时候 当撒母耳见到大卫的时候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这个就是从神所拣选的了 这就是从神而拣选的 借着耶稀所讲的话 耶稀的行动用高高大卫的头 耶稀的行动用高高大卫的头 大卫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 在当时大卫很清楚知道 在当时大卫很清楚地知道 他将要接触罗罗王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 他要接触罗罗王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 他知道他会成为君王 他又是有领受的 他有领受的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只有顺服没有领受的 只有顺服没有领受的 我们的生命会很容易变得没有方向 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很容易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无论是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教会里面 无论是我们的家常 无论是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都需要重新去领受 神秘我们的意证 方向 策略 和目标 我们都要去重新领受 我们的方向 策略 目标 在顺服的同时 在顺服的同时 我们也加上有领受 我们也要加上有领受 在这个有领受 有顺服 有领受的底下 在这个有顺服 有领受的底下 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路里面 走得更稳 更正确 和更长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稳 更唱 正如在 新月611的成立 正如新瑞611的成立 我们是在2019年的11月 第一堂的崇拜 我们是2019年的11月 第一场崇拜 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 在2019年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2019年的2月 2019年的2月 我们仍然在母堂的时候 我们仍然在母堂的时候 在那年的新年 我们就要大以色列团 那一年我们的新年 我们就要去以色列团 在以色列团的最后一天 在以色列团的最后一天 应该是2019年的2月10号 应该是2019年的2月10号 我们一早就去到橄榄山 我们一早就去到橄榄山 去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 落旅游包时 我们就看到一条很大的彩虹 以下旅游包时 我们就看到一条很大的彩虹 还过整个的橄榄山 我们感觉神 很真实的对我们的说话 我们感觉神很真实的跟我们说话 并且在当中与我们立约 并且在当中与我们立约 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 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 整团人都非常非常的灼热和兴奋 整团的人都非常兴奋 其实看到彩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看见彩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个是天然现象 没有办法人工造成的 因为这是天然的现象 没有办法人工造成的 不是神将这条彩虹画在天上 我们没有办法去见得到 如果不是神将这条彩虹画在天上 我们没有办法见得到 所以我们已经非常的罪悦了 所以我们已经非常的雀跃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分 到了中午 我们旅游包在路上 我们旅游包在路上 看到第二次的彩虹 看见第二次的彩虹 这条彩虹是一个蜜田的开始出现 这个彩虹是在麦田出现 它的源头从麦田开始就环过天空 它从麦田这样环过天空 颜色是非常鲜明的 颜色非常鲜明 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彩虹的源头 我都是第一次看见彩虹的源头 然后我们全团人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整团的人都非常的兴奋 之后我们就要去机场进发 之后我们要去机场进发 在黄昏的时候 在黄昏的时候 我们在旅游巴上面 我们在旅游巴上面 第三次见到彩虹 第三次看见彩虹 这条彩虹重要是双彩虹 这条彩虹还要是双彩虹 不知道清不清楚 有两条彩虹在天空上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清楚 有两条彩虹在天上 在同一天 是在同一天 早上中午和黄昏 早上中午黄昏 三次的见到彩虹 三次的看见彩虹 好像神很紧张 并且很真实地跟我们说 我要与你立约 并且与你地同在 好像神很真实地跟我们说 我要与你立约 我要与你同在 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 然后回到香港三天里面 然后回到香港三天里面 在三天里面 我发了两个梦 在三天里面 我做了两个梦 就是三天里面 假一天就发一个梦了 就是隔一天我就发一个梦 第一个梦 我发现我和舞堂的张姆斯 师母在一辆车上面 第一个梦就是 我梦见我和舞堂的张姆斯师母 在一辆车上面 然后那辆车一直向前行的时候 那辆车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师母就开了车门 突然师母就打开车门 之后就一手推我下车 之后一手把我推下车 就说是时候了 你下车了 他就说是时候了 快点下车 之后你就说我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之后我就醒了 然后我就说我去哪里 我不知道 然后就醒了 之后第二个梦就是 第二个梦就是 就是发现张牧丝带着我和阿丁努 去听一个conference 就是有人在台上演讲 我们在下面听 就是张牧丝就把一个绿色的 很厚的一个带 交了在我们的手中 之后就跟我们说 你们去做啦 我感觉神是跟我说 我感觉神在跟我说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会将一个新的任务委派给你们 会将一个新的任务委派给你们 会展开一个新的一页 会展开一个新的一页 所以之后我就跟阿丁努牧师分享 之后我和阿丁努牧师分享 除了阿丁努牧师之后 我没有跟其他人分享 除了阿丁努牧师 我没有跟任何人分享 因为我要默默地等候神的时候 因为我要等候神的时候 虽然神已经将这个梦 交在我的里面 虽然神已经将这个梦 交在我的里面 我也领受要去开展一个新的任务 我也领受了要去开展一个新的任务 但是我们都要等候神的时间去进行 但是我们都要等候神的时间去进行 多多童年的七、八月 童年的七、八月 张牧师师母又有一个感动 张牧师师母又有一个感动 要猜派我们来到中上华这里开拓分堂 要猜派我们来中上华这里开拓分堂 于是从他们的领受 于是从他们的领受 猜派我们就在他们的猜派 我们就顺服在他们的领受和猜派底下 我们就顺服在他们的领受和猜派底下 就来到中上华这个地方 其实期间我们都会不断地去祷告 其实期间我们会不断地去祷告 我们都要去寻求神秘我们的方向、策略、议象 我们要寻求神给我们的方向、策略、议象 有人跟我们说 其实你们是分堂 你们可以跟着母堂的议象就行 你们是分堂啊 你们可以跟母堂的议象就可以了 是的 我们会跟着母堂的议象 我们会跟母堂的议象 但是我们都会去领受 而且去寻求神给我们在新约路一这个分堂的特别的领受和议象 我们也会去寻求神给我们在611这个地方的领受和议象 所以在我们领受的期间 阿迪努牧师就领受了《以赛亚书》的45章的15到16节 所以阿迪努牧师领受了《以赛亚书》的41章的15节 就是神要我们成为快持打量的新约路一页 所以为什么教会变成新约路一页呢 为什么教会变成新约611呢 就是新就是新约路一页 新就是新约路一页 约路一页就是很尖锐 很有力的 约就是很尖锐 很有力的 很快的 很快的 所以恩着牧师在那个领受成为快持打量的新约路一页 因着牧师的领受是快持打量的新约路一页 所以我们就叫新约路一页 所以我们就有次新约路一页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到神的很真实的带领 我们经历神很真实的带领 使用我们在这个中上环的地方成为快持打量的新约路一页 使用我们中上环这个地方成为快持打量的新约路一页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服侍的路途里面 在我们服侍的路途里面 都需要去经历这个有顺服并且有领受 都要经历这个有顺服有领受 去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方向策略和智慧 会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智慧方向策略 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呢 是不是有领受就很自然会有顺服呢 是不是有领受就会自然很顺服呢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我们看另外一个人 他是单单的领受而不顺服的 他是单单的领受而不顺服 也都记载在《撒姆尔记》上的第九章 也都记载在《撒姆尔记》上的第九章 他必自理我的文 撒姆尔拿平高游倒在《撒姆尔记》上的头上 与他亲嘴说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 你要变为新人 《撒姆尔记》上的《撒姆尔记》上的《撒姆尔记》上的第九章 刚刚讲到大卫是第二任 苏罗王和大卫是差不多的 当他要成为君王的时候 他同样有三个的印证 就是神亲自提名呼召他 先知撒姆尔用油来恩高他 之后他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受感说话 然后他就被圣灵感动大大的感动受感说话 但是大卫是一个有领受有信服的人 但是大卫是一个有领受有信服的人 而苏罗是一个有领受不信服的人 苏罗是一个有领受不信服的人 他怎样不信服呢 他为什么不信服呢 在《撒姆尔记》里面都有记载 在《撒姆尔记》里面有记载 因为经文有些长了我就不读了 因为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 我直接讲给大家知道 就是苏罗王当他去面对菲利斯人的时候 当扫罗王去面对菲利斯人的时候 去面对他的敌人 去面对他的敌人 撒姆尔就跟扫罗说 你在这里等七天 七天之后我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去献祭 七天之后我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来献祭 好让神告诉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样做 好让神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 那扫罗就在那个地方等七天 扫罗就在那里等了七天 第七天了 第七天了 他的心就急得不得了了 他的心就急得不得了 他见到敌人如同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 他看见敌人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多 他的心就很急 他的心就很着急 于是乎就立即吩咐人来 拿一些祭物来我来献祭 于是就吩咐人赶紧拿积物来献祭 其实在旧约的时代 其实在旧约的时代 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 只有祭司才能献祭 就是只有撒姆尔才可以献祭 就是说只有撒姆尔才可以献祭 苏罗王是不可以的 苏罗王是不可以的 苏罗王的在位责任是管治以色列民 苏罗王的职位是管治以色列人 他不是负责献祭的 但是他却越权去做这件事 当苏罗王献祭完了之后 一转个身 撒姆尔就站在他前面 撒姆尔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你要越权去做这件事呢 撒姆尔出于恐惧 撒姆尔出于恐惧 不是 撒姆尔出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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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七天了 今天就第七天了 今天就是第七天了 为什么十母耳祭还没出现呢 为什么撒姆尔还没出现呢 又见到敌人这么多 又看见这么多敌人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我来献祭啦 那我来献祭啦 快点让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快点让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他做了一件不应该在他位份 不应该做的事 他做了一件不是他位份应该做的事 因此他的王位就逼不长久 因此他的王位就逼不长久 在第二次不顺服是什么事呢 在第二次不顺服是什么事呢 同样是面对敌人 同样是面对敌人 这次他要面对亚玛利人 耶和华神吩咐他要杀尽亚玛利人 耶和华神吩咐他要杀尽亚玛利人 一个都不能留下 一个都不能留下 但是扫罗王他去打这场仗的时候 但是扫罗王去打这场仗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呢 他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 在十母耳祭上的第十五章第九节 上二集上的十五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 我们在这里看见 扫罗王和百姓去联系亚甲 扫罗王和百姓去联系亚甲 亚甲是当时亚玛利人的王 他们联系他 并且爱识上好的疱完了 并且爱惜这些上好的优氧 乳毒羊羊羹和一切的美物 将这些东西留下来 凡是下赚的瘦辱的就杀掉 凡是下赚的瘦弱的精都杀了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扫罗王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 将好的东西留下来 将他认为好的东西留下来 就是因为这样 扫罗王就要离开王位 扫罗王就要离开王位 神就选择大位去接触他的王位 扫罗王因着他的不顺服 而带来一个结果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的 三会议记上的第31章第6节 这样扫罗王他三个儿子 与他拿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 都一同死亡 就是因为这样扫罗王 和他三个儿子 和他一起打仗的这些人 全部都死了 就是因为这样扫罗王和他的三个儿子 和他一起打仗的人 全部都死亡 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好像扫罗王面对真战的时候 就好像扫罗王面对真战的时候 大位会将要被恩膏起来接触他的王位 直到大位又要被恩膏来接触他作王 扫罗做了一个什么行动呢 扫罗做了一个什么行动呢 就是他起来追杀大位 就是他起来追杀大位 他以为这样杀了大位之后没有人接触他的王位 他认为这样杀了大位就没有人接触他作王了 于是大位就开始逃命了 于是大位就起来逃命了 在逃命的期间 在逃命的期间 大位遇到有机会 他要可以将扫罗杀了他 大位有机会杀掉扫罗 但是大位不单止有信服有领受 但是大位不单止有信服有领受 当他遇到困难 因为他逃难 在这个困难的里面 他选择先信服后领受 因为他在逃难 他在困难当中 他都选择先信服后领受 他怎样先信服后领受呢 他怎样先信服后领受呢 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1到7 一起读《撒母耳记上》的24章1至7节 扫罗追赶菲利士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大位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 沉索大位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阳圈 在哪里有洞 扫罗进去大解 大位和跟随他的人 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位说 也我曾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的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申手害他 大位用这话难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开扫罗 第一次大位可以杀掉扫罗的机会是怎样呢 第一次大位可以杀掉扫罗的机会是怎样呢 就是当大位和他的人 一起在这个山洞里面躲起来的时候 就是大位和他的人在山洞里面躲起来的时候 跟着呢 阿蘇罗就想去大解了 大位旁边的人就说 哇 还不是好时机 当时大位旁边的人说 这就是好时机 他大解的时候 是一个人进去的 也是他最没有防备的时间 也是他最没有防备的时间 那这个还不是好机会 那这还不是一个好机会吗 还有神都应许了你了 还有神都已经应许你了 你接触他嘛 你要接触他 你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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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很顺利成长到接触他做 所以这时候旁边的人 就一直羞恿大位 你杀了他 杀了他 于是旁边的人就一直羞恿他 杀了他 但是大位没有因为旁边的人的羞恿 但是大位没有因着旁边的人的羞恿 不是每个人叫你去做的 你觉得 啊 对啊 那你就去做了 不是每个人叫你去做的 你就说对啊 应该就去这样去做了 而大位很清楚地知道 大位很清楚地知道 苏罗是神所恩高的 苏罗是神所恩高的 之前神恩高苏罗成为王 之前神恩高苏罗作王 他是神的守高者 他是神的守高者 他不会下手去杀苏罗 他不会下手去杀苏罗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 而把握 在别人眼中是把握这个机会 他不会在别人眼中认为的 这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他很坚定地相信 他很坚定地相信 这一刻苏罗仍然是大位所恩高 是神所恩高的王 他仍然相信苏罗是神恩高的王 所以他没有下手去杀他 所以他不会下手去杀他 在第二次杀苏罗的机会 第二次杀苏罗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读杀母书记上的二十六章 七到十一节 二次杀苏罗 于是大位和亚比西 夜间到了百姓那里 见苏罗睡在知众营里 他的枪在头旁 插在地上 压利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亚比西对大位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的交在你手里 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不用再刺 大位又说 我指着永生的夜和话起誓 他或被夜和话击打 或是死期盗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夜和话面前 万不敢伸手 害夜和话的受高者 这个是大位可以杀苏罗的第二个机会 这是大位可以杀苏罗的第二个机会 这个就是当苏罗和他所有的军人都熟睡的时候 就是当苏罗和他所有的军人都熟睡的时候 亚比西就说 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亚比西就说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一次就会刺死他了 我一次就刺死他 他不会反抗的 他不会反抗的 所以在人的眼中 所以在人的眼中 我们要把握机会 我们要把握机会 我们要为自己去争取 我们要为自己去争取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你不杀他 你不杀他 他在继续追杀你 他就会继续追杀你 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我亡的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当然你死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而且神已经说过 厌弃他了 而且神已经说过 已经厌弃他了 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但是大卫却是 在捉紧神的心意 但是大卫却抓紧神的心意 他说他指着永生的神 耶和华起誓 他说他指责 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 他说 扫罗或被耶和华击打 他说少了或许被耶和华击打 或许已经到了死期 或许已经到了死期 或者出战阵亡 或者已经出战阵亡 这个是神亲自的去 惩罚去管教 这是神亲自去惩罚去管教 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起誓 但是我在耶和华面前起誓 我不会亲自出手去杀害 我不会亲自出手去杀害少罗 纵然他在追杀我 但是我们相信 大卫相信 神亲自的会保护他 并且出手去对付少罗 但是他相信神会亲自保护他 并且出手去对付少罗 所以在大卫的生命里面 看到大卫是信服于神的带领 看见大卫是信服神的带领 神你带领我去到哪一步 神你带领我去到哪一步 他绝对不会做多个神所交托给他的事 他绝对不会做过超出神所带领的事 就是当扫罗离开他的王位的时候 当扫罗离开他王位的时候 他就能够接触起来了 他就能够接触起来 他不是亲手杀了扫罗 让他接触 他不是亲手杀了扫罗自己来接触 而是当神要让扫罗的命断绝之后 大卫就接触他的王位 而是让扫罗的命断绝了他才接触作王 所以其实先顺服后领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先顺服后领受是非常重要 领受是重要 领受是重要 但是比顺服更加重要 但是顺服更加重要 因为顺服是我们的基本责任 因为顺服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 表示我们对权兵者负责 表示我们对权兵者负责 当我们对权兵者负责的时候 当我们对权兵者负责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被权兵的保护底下 我们就进入被权兵的保护底下 其实正确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 正确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每一个领受都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领受都是从神而来的 未必的 未必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很想做什么 很想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超越了从神而来的领受 很想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超越从神而来的领受 甚至我们的领受 有时候会被仇敌的干扰 甚至我们的领受有时候会被仇敌干扰 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的领受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呢 但是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领受 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呢 怎样去保证我们所行的每一步 不是参集着仇敌 或者个人的心意呢 怎样保证我们的领受 不是参集着仇敌的攻击 或者是个人的领受呢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可以顺服的人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可以顺服的人 顺服我们的权柄 顺服我们的权柄 神才可以将更大更重的责任启示给我们 神才可以将更大更重的责任启示给我们 顺服就是我们做神 酪给我们 在我们的位分 我们该做的事 顺服就是我们去顺服神 在我们的位分量给我们 当时的位分要做的事情 正如苏罗王 正如苏罗王 神恩告他 神恩告他 成为以色列的王 成为以色列的王 在他的位分里面 在他的位分里面 他是要带领统治以色列人 他是要带领统治以色列人 他不应该去越过他的位分去献祭 他不应该越过他的位分去献祭 可能他心里面会想 可能他心里面会讲 这些很简单的事 这些很简单的事 现在这些献祭我都懂 但是他却做多了 但是他却做多了 就越过了他的位分 就越过了他的位分 顺服是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去做该做的事 顺服就是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位分 我们去做该做的事 而领受就是按照神的感动 突破我们的框框 做神想要我们做的事 有时的领受 有时有些领受 可能你自己会觉得 不太合作 可能有时候自己会觉得 不是很行得通 在我的理性 或者我的分析底下 不是很行得通 在我的理性分析之下 好像不是很行得通 但是当神的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当神将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 也都得到我们的权命的祝福 和认可的底下 也得到我们的权命的祝福 和认可底下 我们勇敢去做的时候 我们勇敢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突破 我们生命里面自己的框框 我们就能够突破 我们生命里面的框框 做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做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很重要的 但是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要很重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的身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身份 我们在家里 我们可以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我们在家中 我们可以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我们的领导不可以超越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领导不可以去超越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在公司可能是一个职员 我们在公司可能是一个员工 我们的领导都不能超越我们的权柄 我们的领导都不能超越我们的权柄 同样在教会或者小组里面 同样在教会和小组里面 我们是做组员的我们的信徒 我们做主员的我们的信徒 我们的领导不能超越我们的权柄 我们的领导都不能超越我们的权柄 是一些意向方向策略 而顺服讲到的是关系 而顺服讲的是关系 是和我们和权柄之间的关系 是和我们和权柄之间的关系 领导要透过顺服才可以被承托 领导要透过顺服才能被承托 以至可以达成 以至可以达成 所以原来先顺服后领导是对应什么呢 先顺服后领导是对应什么呢 先关系后事工 先关系后事工 是一致的 另外领导是讲到是一个恩赐 是一个能力 是一个能力 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方向 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方向 而顺服是什么呢 而顺服是什么呢 是一个生命 是我们从心底里面所活出来的一个生命 领导要透过生命才能够活出来的 领导要透过生命才能活出来 所以其实同样先顺服后领导都是对应什么呢 同样先顺服后领导都是对应什么呢 先生命后恩赐 先生命后恩赐 你讲到这里会不会发觉 讲到这里你会不会发现 我们讲到第四个核心价值 讲到第四个核心价值 其实每一个核心价值 其实每一个核心价值 都是紧紧相扣的 都是紧紧相扣的 同样在同一条路上 当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去对齐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在同一条路上去对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对准神 我们就能对准神 对准生命术 对准生命术 走在神的计划和生命底下 走在神的计划和生命底下 你说顺服容易吗 你说顺服容易不容易呢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对我来讲都很不容易的 对我来讲都很不容易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喜欢理性 喜欢分析的人 比较理性 比较喜欢分析的人 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会立刻想 我会想行不行得通 行不行行得通 能不能行通 然后就会预计很多的问题 就会预计很多问题 也预计前面会怎么样行 也会预计前面应该怎么走 发觉原来不行的时候 发现原来不行的时候 但是要这样做 但是要这样做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在我和阿滴露牧师的服事里面 在我和阿滴露牧师的服事里面 如果大家认识阿滴露牧师的时候 你会知道 如果大家认识阿滴露牧师 你会知道 他是一个被誉为先锋 他会被誉为先锋 他常常都要做一些 开山砍石的新任务 他常常都要做一些 开山屁石的新任务 所以他常常都会有些东西 有一些新的任务 新的project交到他的手中 所以通常有些新的任务 新的project都会交到他的手中 但是我呢 但是我呢 我刚才说过了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我刚才讲过 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还有我是很需要有计划的 我是很需要有计划 我觉得我自己很需要安稳 我觉得我是很需要安稳 但是当我和阿滴露牧师一起服事的时候 他每一次接到一些新任务 新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做了 但是他每次接触一些新的任务 新的计划 我们就要一起去做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记得在大概我们拆拍新瑞之前 在我们被拆拍新瑞之前 在母堂 在母堂 有一个中大的教授 有一个中大的教授 他和张牧师师母分享 他和张牧师师母来分享 他对中大当时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来到中大去交流 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中大来交流 他对这群中国留学生很有负担 他对这一群的中国留学生非常有负担 很希望教会能够支持 于是张牧师师母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 很感动 张牧师师母听到他们的分享就很感动 就决定要支持他 于是在中大的 你知道中大在哪个大埔 沙田大埔那头 就在山头上面租了一间屋 于是就在中大的山头上面租了一间房子 然后就开展中国留学生的施工 就开展了中国留学生的施工 住这个单位的时候呢 租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同工就一起去到这个地方去做结证 去祈祷 去预备 我们同工就一起去到这个地方 去洁净 预备 祷告 一落车 一下车 发觉 咦 不是很对路哦 发现好像不是很对路 为什么呢 然后呢 下车要走进去的嘛 下车我们要走进去 沿途我们看到一桶一桶的东西 一桶一桶的东西 沿途我看见一桶一桶的东西 是啊 一桶一桶的东西 一桶一桶的东西 然后师傅有些东西就倒下来了 是的 然后烂了 烂了 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滚出来了 你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很害怕了 我一看见我都觉得好害怕 然后就要沿途地走进去 然后很多 但是我们要沿途这样走进去 进去那间房子的时候 它的环境是非常之美的 那个环境非常漂亮 但是你总是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对 是的 好像很陰森 很静 好像很阴森 很静 然后凉风就在这样飘进来 然后凉风就这样飘进来 然后呢 那我们就去祈祷了 宣告神的同罪 祈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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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祷告 先告神的同罪一起祷告祷告 然后就做得多少得多少了 做完之后就走了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然后做完之后就走了 然后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阿迪努牧师开完会回来 阿迪努牧师开完会回来 就跟我说 我们收拾东西了 我们收拾东西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 我们搬了 我们可以搬了 搬去哪里 搬去哪里 就搬去那间房子 然后我就晴天霹雳了 我觉得很可能的嘛 晴天霹雳 但是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任务了 因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任务 于是我们就行动就搬去那间房子了 于是我们就行动就搬去那里 有一天我们叫了童工来那间新屋开会 有一天我们呼召了童工来开会 由早上开到晚上 正好有一个童工的女儿 八九岁左右 她就那天放假 正好有一个童工的女儿 只有八九岁 她正好那一天放假 就带了女儿一起来 我们开会 她就在那里玩 我们开会 她就在那里玩 全天都没什么事的 直到夜晚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要离开那间房子去吃饭了 突然那个女儿就拉着她妈妈 妈妈 妈妈 我不喜欢她们了 然后妈妈就跟她说 这些叔叔阿姨你都知道的 玩了全天了 为什么不喜欢呢 这些叔叔阿姨你全部都玩了整天了 不可以这么没礼貌 然后女儿就说 我不是不喜欢她们 我不是不喜欢她们 我不喜欢她们 我不喜欢她们 一指就指她对面 就是我们外出的一个山头 她就指着我们对面的山头 我们看着 我们看着 其实黑默默什么都没有 其实黑默默什么都没有 她不喜欢什么呢 她不喜欢什么呢 自己猜猜 自己想像 其实我们知道的 然后我们知道 对了 我们说 OK OK 没问题 我们去吃饭 离开了 不玩了 我们说 OK OK 我们去吃饭 然后就离开了家屋 然后就离开那个房间 他们离开了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那里住 他们离开了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那里住 就是这样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 就这样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 在这一年里面 在这一年里面 所以每天回到家 或者回到家 都会不断地祈祷 还有 都有一些怕的 每天我们回到家 都要去祷告 心中也有一些害怕 但是神却使用这个地方 但是神却使用这个地方 招造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来到我们的身边 招聚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来到我们身边 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 接触到他们 让我们可以接触他们 带他们信耶稣 将神介绍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将神接受到他们的身边里面 之后他们完成了他们的 Extrange之后 有些三个月不定 半年不定 一年不定 有些三个月 半年 或者一年 都不一定 他们就会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他们就会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 继续将福音带给他们的同学 继续将福音带给他们的同学 在当中我们都有继续的联络 在当中我们都有继续联络 也都知道 由学生成为当地教会的同工 也知道有些学生成为当地的同工 虽然在那次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很艰难 虽然那一次接受这个任务非常艰难 但是我们选择信服 但是我们选择信服 相信神的心意 相信神的心意 相信神的保护 相信神的保护 你说我可不可以不信服呢 你说我可不可以不信服呢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其实 可以的呀 其实 其实我说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不搬去 行不行呢 其实我说我真的不想搬 我不搬去 可不可以呢 其实都是可以的 其实都是可以的 可以坚持的 我可以坚持 但是如果我坚持 不搬进去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坚持 不搬进去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的心意 必定要成就 我们相信神的心意 他也必定要成就 其他人会做这个事工 有其他人会去做这个事工 但这个事工和我们无份 但这个事工与我们无份 这个事工与我们无份 这个事工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我们不会去经历 神这个这么大的祝福和恩典 我们就不能经历 神这么大的祝福和恩典 所以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 可能都会很困难 可能都会很困难 但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当我们顺服我们权柄的带领 我们权柄的领受 当我们顺服我们的权柄的带领 我们权柄的领受 我们会在一个保护 顺服的底下 我们会在一个保护 顺服的底下 让我们能够经历 神的更大的恩典 当我们能够可以经历 神更大的恩典 可以经历 神更大的交托 或者是一个经历 可以经历神更大的交托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先顺服后领受 先顺服后领受 会在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路里面 一个很大的保护 是我们在跟随神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下一个首歌的回应 欢迎收到诗歌来 请拜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心 世界万物 都丢情看作分土 为要得叫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重心 一生活出 祈祷福音的托福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女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请坐 多谢师母给我们的分享 感谢师母给我们的分享 先顺服后领受 先顺服后领受 有领受是重要的 有领受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要被圣灵来引导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要被圣灵来引导 我们所做的事情 才可以合神的心意 我们所做的事情 才能合乎神的心意 但是是不是单单有领受就够了 但是是不是单单有领受就够了 领受的前面要加上顺服 领受的前面要加上顺服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顺服呢 为什么一定要加上顺服呢 因为你和我都要成为 神手中的器皿 因为你和我都要成为 神手中的器皿 没有圣灵的带领与领受 我们没办法成为 一个真正的器皿 没有神的带领和领受 我们没办法成为 一个真正的器皿 但是如果没法 jadi 但是如果没有 Music 但是如果没有 serving 就算我们我们 och 위해 造了神手中的器皿 就算我们 做了神手中的器皿 都不是一个好用的人 原来我们信徒的生命 有三个阶段 原来我们信徒生命 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我们没办法被神使用 第一阶段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被神使用 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未曾被圣灵引导 未曾被圣灵引导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就是我们甘心乐意 能够去服侍神 就是我们甘心乐意去服侍神 但是我们未必是一个好用的器皿 但是我们未必是一个好用的器皿 因为很多领受 很多自己的看法 因为很多领受 很多自己的看法 除非我们能够进入第三阶段 除非我们能够进入第三阶段 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 成为一个顺服的器皿 这样才是一个好用的器皿 这样才是一个好用的器皿 所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这方面来尽心 所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方面能够晋升 我们不单止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不单止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更要成为神手中好用的器皿 更要成为神手中好用的器皿 唯有顺服 唯有顺服 可以让我们成为好用的器皿 可以让我们成为好用的器皿 就算是你家里的工人姐姐 就算你家中的工人姐姐 你对她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对她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呢 听话 听话 听指示 听指示 不用那么多创意的 不需要那么多创意 我们很怕我们的工人姐姐 有很多创意的 是不是 我们很害怕我们的工人姐姐 有很多创意 我家里以前有一个工人姐姐 我家中以前有一个工人姐姐 无限创意 无限创意 她可以在我们的 那个叫什么 我们有一次就教她煲汤 我们有一次教她煲汤 煲汤就是 煲红豆沙 后来又教她煲红豆沙 后来又教她煲红豆沙 但她可以创意到 在红豆沙里面加盐 但是她可以创意到 在红豆沙里面加盐 再加一块猪肉 再加一块猪肉 是不是无限创意 是不是无限创意 但好不好用 但好不好用 如果你家里的姐姐是这样 如果你家中的工人姐姐是这样 你心血都会少一点 对吧 你心血都会少一些 我们在神的家 我们在神的家 为神尽忠 为神尽忠 先顺服 后领受 成为好用的器皿 成为好用的器皿 我们在母堂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在母堂的时候也是这样 牧师所讲的 张牧师所讲的 张牧师所讲的 我们都听 我们都听 我和师母在母堂的时候 服侍这么多年 我和师母在母堂服侍了这么多年 我们搬了13次的屋 我们搬了13次家 每一次都是因为 有教会的事工的需要 每一次都是因为 有教会事工的需要 牧师有体见 牧师有看见 我们从来没有说 no 我们从来没有拒绝 每一次他讲 我们马上就行动 每次他一讲 我们就马上行动 说不认就不认 说把烟就把烟 说把烟就把烟 跟着云柱火柱 跟着云柱火柱往前走 所以当我们被猜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被猜出来的时候 张牧师很不舍得 张牧师很不舍得 因为他说你们是好好用的器 因为他说你们是很好用的器皿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顺服好用的器皿 好吗我们再一次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 声为我们的提醒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中心 世界万物 都要起看作分土 为要得叫耶稣 基督 我要神父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中心 一生活出 基督赴云的托付 贤给耶稣 我所有的全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心底里面对你说 让我们从心底对你说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顺服 因为我们爱你 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你重建我们破碎的生命 你重建我们破碎的生命 将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可以拿什么来报答你 我们可以拿什么来报答你呢 我们甘愿顺服 我们甘愿顺服 顺服在你的旨意底下 顺服在你的旨意底下 顺服在你的家里面 顺服在你的家里面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的血气 放下我们的血气 一生来跟从你 一生来跟从你 因为唯有你 因为唯有你 配得我们摆上一切 配得我们摆上一切 跟从顺服到底 跟从顺服到底 主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 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愿你垂听 愿你垂听 愿你越南 愿你越南 我们一起举起手 来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起手 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命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基督命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愿主的爱 常存在你的心里面 愿主的爱 常存在你的心里面 愿神的话语 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的话语 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你的心 因着神 可以进入安息里面 愿你的心 因着顺服神 能够进入安息里面 我们不再奋奋不平 我们不再奋奋不平 满有喜乐平安 满有喜乐平安 神的爱要大大宵冠充满你 神的爱要大大的浇灌充满你 让你看见盼望 让你看见盼望 主的爱要医治你 主的爱要医治你 放下心里面一切的执着 放下心中一切的自作 进入真正的自由释放的当中 进入真正的自由释放当中 在这份自由释放里面 在这份自由释放里面 我们信服 我们信服 我们摆上 我们摆上 愿神的荣耀充满你 愿神的荣耀充满你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将最大的掌声 归给主耶稣 感谢主我们将最大的掌声 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所以祷告福祉节目 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有祷告福祉队 为你祷告 需要祷告福祉的弟兄姐妹 到台前 我们有祷告福祉 大家在看的是 新锐611灵略堂 如果你有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支票台头是 新锐611灵略堂 有限公司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或者有需要 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众生欢迎你 来身于这国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感谢观看